什么是脑干损伤 猪蟒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脑干损伤呀 我们常常认为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脑干功能损害 都叫脑干损伤 我们常常知道的脑干引起脑干损伤的原因呢 常常有外伤、肿瘤、出血等等 外伤引起来脑干损伤 往往来说症状是比较重的 脑干呢 大家也都知道 是大脑和下位的一些神经的一个传导的中枢 脑干损伤往往引起来非常严重的症状 轻者如肢体偏瘫 肢体活动不灵 流口水 局部面部的一个疼痛 局部面瘫 眼瞼运动障碍 眼球活动障碍等等 如果说脑干损伤比较重 那么来说也可以引起来下肢痙瘫性的一些瘫痪 也可以引起来人严重的呼吸和循环功能衰竭 专家提示 1.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脑干功能损坏叫脑干损伤 2.引起脑干损伤的原因有外伤 肿瘤 出血等 3.引起非常严重的症状 轻者肢体偏瘫 肢体活动不灵 流口水 局部面部的疼痛 局部面瘫 眼瞼运动障碍 眼球活动障碍等 4.脑干损伤比较重 可以引起来下肢痙瘫性的瘫痪 严重的呼吸和循环功能衰竭